是你给我的力量 让我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我放飞梦想 去拥抱彩虹 小静啊 你看我们里营外合配合得多好啊 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这些好不好 我根本没有心情听 你现在赶快走 别让人看见了 我现在是大夫 医生看护病人 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说过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可你就是不听 那天不是说好了吗 我制造意外 你去救颜格 怎么你还受伤了呢 人算不如天算 那天我是一不小心才受伤的 不过这样也好 是我救了颜格 他们就更加信任我了 我就是心疼你 好像这都是我害你的一样 特别是 我看到颜格 亲密地照顾你的样子 我就受不了 天昊 你听我说 这都是为了我们两个 为了我们远走高飞 为了我们将来荣华富贵的生活 所以现在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 知道吗 这些我都知道 可 可是我还是要问你 你对颜格 真的没有其他想法吗 没有你 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你还在怀疑我吗 那亲一下 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 颜先生你好 他来了 快走 赶快走 但是 是 是 我 是 是 医生 请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这个 医生 如果他有什么病情 你一定要告诉我 千万不能隐瞒 没什么大问题 孙小姐恢复得很不错 不过 我还是建议多休息 再观察几天 请 医生 谢谢 不客气 这医生 好像不是之前那个 他是不是不太了解你的情况 医院里有很多医生 很正常啊 他们互相支援一下 怎么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没事 对了 光盘的事情怎么样了 立衡啊 已经送给警察了 等到田后被抓 他就不会来害你了 你可以放心了 我接个电话 喂 我在医院 什么 公盘被响 妈 好痛啊 轻点行不行 痛 就是要你做事小心 这么重要的证据 会被别人抢走 奇怪 我刚要去排出所 救人来抢光盘 这事情也太巧了吧 这件事跟田后 和孙小金 绝对脱不了关系 否则 田后怎么会知道有光盘 又正好来公司附近拦截呢 好痛啊 在工地上 小金救了小言 如果小金跟田后是同谋 那凭什么小金还要搭着性命来救小言 这个逻辑说不通 再说有什么证据 说田后把光盘拿走了 我看你对小金是有很大成见的 这不是成见是事实 只有田后需要那个光盘 你们才刚拿到光盘 要不是孙小金去通风报信 这田后怎么会知道呢 那你是说 孙小金是故意负伤 对不对 这些到底说得通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怎么说不通呢 通得很 我明年人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苦肉计 孙小金的诡计一一的被揭穿 他呢 就开始装可怜闹自杀 言格这孩子心肠软 立马就回到他身边 孙小金一想 就再接再历的去救言格 把自己弄伤 你自己想想看 你现在是不是都偏到孙小金那边去了 按你说的 这些事情像真的一样 当然是真的 我到现在都认为 妈的病啊 跟她脱不了关系 你左一句右一句 反正是想说孙小金 充满了阴谋 对不对 我说你累不累啊 哎呦 你别不相信 这害人之心不可有 方国之心不可无 民众 你仔细想想 这个孙小金 不断的说谎 被我识破 是因为你们心肠软 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他 他才会死皮赖脸的缠着小言 公司若是不合并 我看早晚被他抢走 你又说公司合并干什么 好端端的公司 他孙小金凭什么拿走啊 这公司不合并 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站在旁边 看着他 他在层峰搞什么鬼 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真搞不懂 公司合并有什么不好的 这对地产业来说资金流通 合并以后就更好运作呀 并不是我要重伤连生阿姨 也不是要重伤你们之间的感情 上次他提出合并的事情 你也是亲耳听到的 他会突然间从香港回来 绝对不是巧合 你刚在香港 又处理了一个商办大楼 我们公司现在的资金 也很丰厚啊 我该怎么跟民众说那笔钱呢 全都让我融资股票 给玩掉了 连生 当年我跟你离开这里 去香港的时候 什么都没留下 现在层峰所有的资产 都是我妈一手创下的 由小年发扬光大 我们是没有任何权利 来享受这份资产的 严明忠 我们结婚这么久 你还不理解我 你帮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会说公司合并 也是想帮严格 把这个家看住 我怕他中了美人计 到时候后悔莫及 一会儿美人计一会儿苦肉计 孙小金只是一个年轻的小丫头 他哪来的这么多的鸡毛啊 说到底 你就是相信他不相信我了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拿命 好好好 我不说就是了 民众 不过有件事我想问你 这妈 有没有立遗嘱的习惯 现在妈的病情又不稳定 做手术又有风险 为了公司着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了解遗嘱的内容 奶奶还活得好好的 谁敢提遗嘱的事 哥 严格 你千万别误会 这立遗嘱是应该的 在国外是常态 这对公司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你是在诅咒奶奶 还是拐弯抹角 骂她不负责任 我 我是为大家着想 我是怕有人在奶奶生病的期间 又非分之想 非分之想 就算真的有那个人 也不会是小静 那你是说我了 严格 我不管你怎么看我 或是不理解我 我是这家里的一份子 我当然是为了家里人着想了 那个孙小静 他是真的不简单 我要提醒他 你千万要注意他 田昊闯进宫地 企图伤害小静 小静是为了保护我 才受伤害的 光是这点就可以证明 小静跟田昊是清白的 不然田昊不可能 对他做出这种事情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 从现在开始 保护小静是我的责任 在这个家 谁敢欺负他 就是跟我作对 严格 妈 算了 这样严格对你的误会 会越来越深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你就少说几句吧 哎呦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是为这个家里好 你们不相信我 那个孙小静接二连三的说谎 你们去相信他 同情他 你去哪儿 流言蜚语 污蔑小静 随便你怎么说 别生气了 我不在乎 我去医院陪小静 医师给人 小言 小言 小小气 妈 这下好了 这个家让你搞得乱七八糟的 我 太可爱了 有事啊 来咱们拍一个全家福 来快点 妈 还是别照了 每次照来照去都是我们 也没有浩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张完整的全家福 友善 你就耐心点吧 至少现在浩天不会赶你走啊 是 他不会赶我走 但是他自己走啊 他明明知道我跟安安在 他就是不回家 他明明知道我跟安安要在这边过夜 他就是要在公司睡 友善 你至少给浩天一点时间嘛 是吧 珍珍现在刚走 他这个心里还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啊 干妈 说到现实问题 浩天跟珍珍根本就没有离婚 我明不正言不顺的抱着一个孩子住在你们家 这样是会被人笑话的 我跟安安根本就不属于这里 我要带她走 哎 又善 又善 你别这样啊 你放心 有我在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一定让他们尽快的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让你名正言顺的做我们钟家的媳妇 一定是浩天回来了 我就说嘛 等待一定会有收获的 走浩天呢 叫你复兴哈 你干嘛 你居然还敢待在这儿啊 你来这儿干嘛 你以为 这世上没有人给珍珍撑腰了 你就可以尽情的欺负她是吗 老师子妈妈 亲口告诉我这一切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以为 你把珍珍逼走了 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住到钟家 我告诉你 你注定就是一个破坏人家家庭的第三者 永远服不了仗 永远 记住了 恨我 你还敢恨我 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怕你第三者 我是第三者 那杨柳呢 你 你还有理了 我怎么没理了 我只不过是把杨柳对我妈做的一切 在她女儿身上重新演了一遍 怎么就受不了了 杨柳才不像你这样呢 杨柳没有像你这样处心激励地住到别人家里 霸占别人的老公 这是真真的家 你给我滚出去 滚 放手 我告诉你 你没资格让我出去 该出去的是你 走 滚出去 我教训你 太离谱了 你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 就凭我替你爸爸教训你 教训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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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柳已经结婚了 你还有孩子来绑住浩天 真真的眼睛都被你害瞎了 你还不放过他 你的脸是被狗吃了吗 我告诉你 我怀孩子是在真真和浩天结婚之前 那你要我怎么样 杨柳她也是未婚生女 你骂我 你为什么不去骂她呢 你能跟杨柳比吗 杨柳默默地抚养真真这么多年 去闹过去吵过没有 他甚至不要求郑宋去承认真真这个女儿 你呢 你出现积虑地破坏真真的婚姻 还搞得他失踪 我真搞不清楚 你爸爸是怎么教育你的 怎么教育 放手 糟了 这是我的家 你凭什么在这撒野 我还忘了 还有你这个帮羞 你一直想让浩天去夏友善为妻 你以为只有夏友善也是 三九九 敢千金吗 我告诉你 真真也是 什么 不信你去问他 你问夏友善 你以为夏正宋为什么对珍珍那么好 就因为他知道珍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不是 这是真的吗 他是死生女 你还好意思说什么死生你 我打你 我叫你说什么死生你 我叫你 你打了 你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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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行不行 事到如今 你就是打死我们 也不能解决问题 再说了 珍珍是他自己走的 不是我们把珍珍逼走的 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就 就是你也不能把我们赶尽杀绝 是不是 对 对 对 你说的对 我要叫的是钟浩天 找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傅仙恨 他在哪 他在哪 你干嘛 钟浩天 钟浩天 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 怎么会这样 好 好 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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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天答应过我要照顾好你 怎么还会这样 好 好 照片也完了 你人也不见了 你竟然让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妈 我怎么跟她交代 周老爹 你哪一个我的事 你都做不到 你算什么男人 你不是男人 不是男人 你算什么男人 要干什么 秀兰 你闹够了没有 这是我家 你不许胡来 夏又回来了 你胡来 放开老儿的婆婆不好好当 老儿的媳妇 不要把这个狐狸精当放 别打了 夏又善 你得选了 夏又善 你高兴了 老天有眼 你会得到报应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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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都会得到报应的 你 你别说了 我没有欺负珍珍 我是因为友善她怀了我们中家的孩子 是为中家传宗鸡蛋 所以我这么做 我没有错 我绝对没有错 你 丧险病狗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珍珍跟浩婷 多么相爱的两个人 我生生让你们给拆开了 我告诉你 属于珍珍的东西 你都给我收拾好 我一样都不留在你们中家 她从此以后跟你们中家没有任何关系 我会过来拿的 你记住了 她不再是你们中家的人 因为你们没有资格 你们不配 配不上 我会过来拿的 好 好天 好天 你都成什么样子了现在 你别管我 把酒给我 好了 好了 好天 你真做点好不好 是 珍珍离开了我也很难过 但现在公司快倒闭了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还要颓废到什么时候 厉害你把酒给我 把酒给我 别喝了 好天 你照一下镜子看看你自己 真是想看到这样自暴自弃的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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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生你的气 她会生你的气 就表示她还爱着你 你现在该做的 就是给她时间和空间 我好怕 她 我怕她不想见我 我怕她再也不要我了 怕什么 这正是你戴罪立功的时候 你要好好趁这个时候 证明你对她的爱 让自己活得更好 只要你坚持下去 我相信珍珍一定会被你感动 她一定会回来的 她一定会回来的 雪梁阿姨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珍珍 打你 你心怀不散 你怎么打人 没关系 这是我应得的 这一下 是我替杨柳打的 谁让你这么欺负她的宝贝女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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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 是我替杨柳打的 打死你这个负心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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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舍不得打你 真真是那么的爱你 你是怎么对待她的 对不起 说了对不起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什么都不用说了 从现在起 从这一刻 你不再是真真的丈夫 小龙阿姨 你不能这么做 你绝对我和真真太残忍了 我三人吗 你是怎么对待真真的 要不是你跟外面的女人纠缠不清 怎么会害得真真到失踪这种地步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你高空声声说你最爱的 你连自己最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你算什么丈夫 什么都不用说了 到此为止吧 你再也不要去找真真 永远 妈妈 我爱你 爱我 有点神 要妈妈拜别 哎 拜别妈妈 那一年我们的同情 远离我的心 远离爱的你 这辈子你休想抛下了 我罚你做我一辈子的好姐妹 当过的都是为了爱情 就算你罚我下辈子也做姐妹 我都接受 我都接受 大隔的都是为了爱情 我这次 才晚回那几天怎么就会这样的 差不多 珍珍 你在哪里啊珍珍 你在哪里 你别让阿姨着急好不好 我们差不多 打个电话给我 告诉我 我们的情报 你好 我是珍珍 有事情留言 我 差不多的想念 差不多的灯火 你别让阿姨着急 我 你别让阿姨着急 打个电话给我 不接昂天的电话 不接昂天的电话 不接周珈的电话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你怎么能连阿姨的电话 都不接呢 你让阿姨担心好不好 你在等吗 你在等 小李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笑 你在笑吗 能看见了 那是当人 我可是堂堂四大名医的嫡系弟子 我跟你说啊 就这手针灸功夫 那可不是招牌拿出来挂的 行行行 你最行 那他脑子里那个血块现在怎么样了 经过这几天的连续针灸啊 什么毒素啊 血块啊 全都清楚的一干二净了 你要不相信啊 就带他去医院拍个片子 等那个片子一拍出来啊 连他脑子里想什么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你这么说啊 X光机那么神的话 我们心里医生可就失业了 真看不出来啊 被我这么一撞 珍珍的眼睛还就治好了 我看到是未必 他之前应该是受到了更重的撞击才对 是吧 珍珍 好了 大功告成了 我要谢谢您 我啊 那边还有病人 就先走了 行 麻烦吧 珍珍 我先走了 谢谢李大夫 别客气 走了 好 谢谢了 你别送了 这是多少 喂 你别闹了 谈谈吧 重见光明有什么感受 哪有什么感受啊 我只是觉得 我现在虽然重见光明了 可是我的爱情 我的婚姻 我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了 我真的想不明白 到底上天 他是在考验我什么呢 还是说 我做错了什么 激怒了他 所以才来捉弄我呢 那一定是考验 古书上不是说过吗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我肯定你将来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你觉得 我还不够了不起吗 你知不知道 我的出生 因为我的出生 我妈妈受了多少委屈啊 而且你知不知道 我妈妈为了我的一段被背叛的婚姻 连她的命都搭上了 天哪 我真的不知道 像我这样的人 为什么还要活着 活着有什么意义啊 我问你 你当时为什么不把我给撞死 你这话什么意思 好像我开车不好总照事似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呢 你刚开始会觉得很辛苦 但时间一过了 你回头一看 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明白吗 像你们做医生的 只知道说教 你们得过那种病吗 没有吧 所以你怎么会知道那种痛还有难受呢 对 我可能体会不到你的痛处 但你别忘了 我是个心理医生 你随时可以向我倾诉 而且 如果你想哭的时候 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一靠 不用了 我觉得 我的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 我再也哭不出来了 周浩天 你算什么男人呢 没有肩膀 没有担当 随便一个女人过来侵犯你的家庭 你都不知道怎么拒绝 懦缝 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 失踪的怎么不是你呀 小姐 不要 秀蘭 秀蘭 对不起 我们 这句话 不应该由你来说吧 夏正松 你是真正的亲生父亲 你答应过杨柳 你用责任照顾好她 保护好珍珍的 是不是 对不起 你这句对不起跟谁说 我对不起珍珍 对不起杨柳 我也对不起你 我没有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女儿 我这个做父亲的非常失职 珍珍一直以为 是她自己一出生就吓死了爸爸 才不被这个世界接受 所以她选择了逃避 她躲起来了 连我都找不到她 她什么都看不见 身边也没有人陪伴 不知道她是多么无处 多么的孤单啊 你想到这些 我就心痛 我恨你们 我恨周浩天 我恨我自己 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 我为什么不能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陪在她身边 我为什么 终蓝 你别太自责了 谁又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我相信珍珍 她一定会偏而无事 可是我怕 我真的怕 我怕她躲起来了 一直都不想见到我们 她一个人死不生存啊 所以 夏成松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好 我一定马上照办 我要你向大众公开承认 你就是杨珍珍的亲生父亲 珍珍 她那么温柔 遇到事情 你来神兽 要不是因为亲情和爱情上都受到了伤了 要不是因为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她不会躲起来不见人的 你知道吗 我要你用亲情无法拿回来 承认她的伤口 让她回到我们身边 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 你答应我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做到的 谢谢你 给了我这么好一个理由 找回我的女儿 也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一个机会 弥补珍珍 我一定会做到的 我一定会做到的 朗朗 真珍 我要向全世界宣告 你是我的骨头 我的女儿 结束 并不是一个消失 我杨真真 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奶奶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我要跟小颜结婚了 我一定会当好你的孙媳妇 孙小金跟田浩的结婚照 他们两个结婚了 我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什么 太过爱你爱的自己 心会痛 我太过爱你爱你不如 等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总没有想过 被爱的感动 太过爱你忘了自己 需要爱情的 我太过爱你